中国云南泼水节是当地歹逐年一度的传统前日 随着疫情趋缓 盛大恢复活动也吸引各国媒体报导 不过近日却爆出有不少男子借由泼水免疫 五路调戏多名女子还传出女生颜值越高被迫越狠的言论 从网路分传的影片可见 一名女子骑车经过泼水冷泉 却被轮番攻击狂喷 全身湿透导致视线模糊 一个重心不能连人带车跌倒在地 甚至有男性拿水枪朝私密处防喷 爱一名拿水枪的鱼少女被围攻泼水 期间有男子上前撕扯她的鱼衣 让她感到相当不悦 被扯下鱼衣的女子透露 当天因为生理期又想体验泼水节 才会准备鱼衣 却没想到现场乱成一团 甚至还有人对她拉扯 对此当地工作人员坦言 他们曾大力宣导文明泼水 但个景区人潮流量大 可能存在个别情况 呼吁若有民众遇到类似遭遇 可以报警处理 ado 计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